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在修行当中最重要的我们说要修纲领 那么修行忙了半天 到底什么是修行的纲领呢 就是跟大家讲要鲁鲁不动 在中国传统上曾经讲过 感而遂通既然不动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懂得 你今天对什么事情首先要有感觉 要用心去做 你只要去慢慢的感觉慢慢的去做 你的思维会慢慢的认真 会变化 会想通 既然不动 既然不动 就是静默之后 你的心会鲁鲁不动 所以一个人能够安静 他就不动 一个人心动了 他会有行动 所以这两句话 实际上就是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的叫心物意园 基本的理论 什么叫心物意园呢 就是心理和物体 其实是属于合二为一的 都是从以心来的 这是基本的理论 其实这就是讲到了生命的自信和本性 它是既然不变的 是如如不动 也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本性 内在都是鲁鲁不动的 我们应稳住 我们人不应该吵架 鲁鲁不动的人不会吵架 鲁鲁不动的人不会动不动 就跟人家耍性子 跟人家翻脸 所以本性要懂得 是永远不会变的 只有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本性的存在 你如果在烦恼的时候 你找不到你的本性 你在欲望膨胀的时候 你丢失了你的本性和佛性 所以只有寂静 才能不动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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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实际上你用心 你想听谁 你就能听到谁说话 你的眼睛想看谁 你就能看到谁 我举个简单例子 过去我们要看一个人很不容易 你看现在容易吗 现在你想看谁 你只要上网什么都看得到 你想念谁了 你只要打开你的internet 你马上就能够看见 这个不就是叫感而睡通 我们耳朵能想听谁的话 就想听谁的话 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 我今天不想听你这个人讲话 很讨厌我不听 我想听诗部讲课了 我就听诗部讲课 你就能锁定听谁的声音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人用内心 在关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只要你用心和诚意 达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会有一种感知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 只要心诚则灵 我们今天跪在菩萨面前 我们只要诚心诚意 我们就能够有感知 菩萨知道我们在求他的那种能力 我们就能懂得感而睡通 大家明白 事物讲意思吗 就是当你对某件事情感觉到了 你自己的精神和精力 全部参与在 注意力 全部用在 对某一件事物判断力的时候 你自己的敏感性就来了 我举个例子好吗 你这个人对他 从来没有防备的时候 你没有敏感力 今天别人告诉你说 你今天当心 他会在很多人面前抢你的 所以你今天千万不要得罪他 你讲话 说不定有一句话得罪他 他就当着人家面 马上骂你 这个时候你走到party上 你就会特别当心 怕惹怒他 所以讲话都不敢跟他讲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来了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 一个人只有寂静 才能发现宝贝 一个人只有精力 都贯注在某一点上 你才能求得 对你的慈悲关怀 你能感受到 师父在法会上 曾经讲过一个小故事 说有一个父亲在上班之前 上班已经来不及了 他为了找他的手表 找来找去找不到 在发脾气 在乱摔东西 儿子被他吓得 坐在边上声音都没有 最后孩子说 爸爸手表在这里 他爸爸这地方刚刚找过了 觉得奇怪 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压着 这孩子怎么知道的呢 爸爸说 孩子啊 你是怎么知道 手表在这里的 孩子说 爸爸 我一直没有讲话 我很安静地坐在这里 所以我才听到 秒针走动的声音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尽能生会 安静才能发现 自己的内心的活动 你的内心在想什么 有时候你根本控制不住 只有你安静下来 你才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有的时候安静下来 觉得我怎么会这么想的了 我怎么这么乱想 我怎么把人家想成这样 自己都会惭愧 另外智慧来了 所以验证 佛法只有靠你的寂静 只有靠你的鲁鲁不动 你才能感受到佛法的存在 所以安静的人 能看到佛 安静的人 能感受到佛在他的心里 你能感受到你本性当中的智慧 所以为什么静能生会 既静能生出智慧 为什么要祭面 实际上 祭面就是涅槃 测误真理 然后在传统的佛法当中 既然不动 鲁鲁不动 就是涅槃 就是一种智慧 就是一个境界的提升 是一个道理 那么师父在跟大家讲 祭面了 那么这个人 如果寂灭了 没了 你所喜欢的这个房子 如果没有了 寂灭了 对不对啊 你当然心 就卢卢不动了 比方说 你本来牵挂这个房子 最后说 房子没了 被家里人卖掉了 那你也就放下这个心 你很牵挂的这个人 这个人人家最后告诉你 你这个同学 你牵挂他一辈子了 这个同学已经走了 你是不是 鲁鲁不动放下 你就寂燃不动了 他寂灭了 所以佛教就是告诉我们 人到最后都会寂灭的 都会没有的 你为什么现在要挂爱呢 你的钱会用完 你的房子 终有一天不是你的 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 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寂灭 那你为什么要挂在你的心中呢 所以佛教讲到后来 他的智慧之地就是在于 我本来就应该寂灭的 我不应该动这个心 因为我本来的心 就应该鲁鲁不动 不管它是房子还是人 对我来讲 我要鲁鲁不动 就犹如本初的觉醒 所以不能因为某一件事物和人 我们来唤起自己那种欲望的心 知道一切都是苦空无常 师父举个简单的意思 好吗 当你刚刚五岁懂点事情的时候 有个人告诉你说 你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还要什么 可能这孩子就想 是啊 我什么都没有的 等到他一辈子拥有了房子 汽车 妻子 孩子 一切的时候 他就放不下了 所以要懂得寂灭的道理 也就是说归圆 归到灵 所以为什么元旦 元旦是一个重新开始 圆归圆 这就是告诉我们 你只要有这颗寂静的心 你实际上看见这世界上人物事物 没有一样在变化 还是如如不动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今天结过婚的男士 你只要今天坐在下面 你停课了 你说你太太在家里 你没有挂爱 那么你想象一下 你如果在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你是一个人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家的时候 你今天坐在这里 是不是一个人 是不是跟三十年前是一样的 你没有动啊 没有变化 那么再往前想 你生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 你死的时候 也没有人陪你一起走 你是不是一对一啊 是不是从原始到终结 都是一啊 所以叫归圆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这些 你把寂静的心 从小带出来 最后走了 你的心归于寂静 你还是那颗心 这就像有一个歌曲里面讲的 我还是原来的我 你没有什么损失啊 当你走的时候 你一个人走的时候 你损失什么了 这个世界还是照样 早上太阳升起 晚上太阳落山 我们人也是这样 因为寂灭 它不是一个定死的东西 它灭了还会再有 有了还会再灭 佛陀在维师论当中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心是变化的 今天拥有的会变化 所以你要用自己 如如不动的心 去识别它 去理解它 知道它是 如如不动的 到了最后还是归原 这样你的心 就不会有贪心 不会有恨心 不会有愚痴心 你就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了 可能你们没有这种感觉 师父给你们解释一下 两个人打官司 打了五年了 每一次想到这官司就难受 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难事 怎么办呢 没有超越时空感 再打下去 也不一定能打赢了 算了 跟他讲吧 大家 这个事情解决就算了 不要再打官司 这个时候 对方同意了 大家都疲惫了 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 是不是感觉时空缩短了 所以有的时候 夫妻两个人打官司 法庭上不见 都派律师 一直不见 不跟你谈 不跟你见面 觉得两个人搁得很远 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然而当一旦想通了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打个电话 我们出来谈一下 好吧 他也想谈 两个人把事情讲讲清楚 是不是缩短了时空 是不是马上就两个人在一起 所以拥有了感应 超越了时空 这就是我们说 佛教界说 你在外缘和内缘的 一感觉一动 一个感 才会有一个觉悟 没有一个感悟 哪来一个觉悟 对某一件事情的发生 你产生了一种感 就是感觉 你才会有觉悟 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佛经经常叫我们 反归于体 本体 我们的思维 想象都离开 本体了 我们的本体是我们的佛性 所以人 所以人有时候吵架的时候 不像一个人 人在痛苦的时候 也不像一个人 因为他离开了他的本性 本性是他的佛性 佛道说众生这句佛性 现在没有佛性 所以才会打架 像动物一样的打 像动物一样的骂 离开了我们的原始的本性 所以任何人做什么事情 实际上都要懂得 我今天做这件事情 到了最后会回归到 我自己的本体当中 就是我今天 不管你有没有骂别人 最后人家会骂你 还是回到你身上 你今天打别人 人家会找人打你 你今天搞别人 别人一定会搞你 你今天在别人面前 讲别人不好 别人也会在他的面前 讲你不好 这就回到你的本性 回到你的本身 本体 你们想想看 人一生是不是这样 搞 搞到最后呢 什么都没有 失去 所以一个人 从幼儿时代出生 经过了一生 最后进入老年时代 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孤零零的 来到这个世界 最后孤零零的 一个人离开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 就是回归本体 回归你的本性 寂静消失 到了老年了 安安静静躺在床上 无声无息的 这个人就消失了 那么再投胎 再从他小时候开始 那么这个灵魂没有改变 但是心在寂静 然后再慢慢地 再重拾 重新开始 而改变就是你所看到 你身体的 实际上很多人说 我改变了 改变就是你的空性在改变 你的本体 没有改变 碌碌不动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我怎么不认识自己了 对了 因为你的外层太多了 你的业障太重了 所以你改变不了自己 把自己的本性都改变了 不像原来的人了 只要把你的外层改变 毛病改变 那么你还是 碌碌不动的本性在 所以灵魂的感觉 在我们人的身体上 永远起着作用 所以一个人 只要有灵魂 他就会有感觉 所以人家说 你这魂不在了 你这个人没感觉了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哎呀 真的 我忘记了 丢失了 所以佛教比喻 我们的本性 像海水 被外面的境界的风一吹 我们的本性就起波浪 这就是感而碎通 因为你感受到 外面的环境的变化 使你慢慢才感受到 第一 你心灵本性的存在 第二 你会随波助澜 但是本性你还是看得到 如果没有风 就不会有浪 那么当你寂静如初的时候 你心又回到平静的海洋 所以菩萨就是叫我们 鲁鲁不动 为什么要起风啊 为什么有浪啊 就是你的心在动啊 所以我们人的思维情绪一样 如果我们的人的本来没有多想 但是环境影响了 我们就会想得很多 举个简单例子 本来你跟这个人关系一直很好 只要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他在外面讲过你不好 你的心就开始起波浪 你就不能跟他很好地 用语言思维和行为来感化他 来帮助他 这就是你的心受到了环境的影响 而在动 你就会产生很多负能量的东西 同样 你听到别人说 这个同事对你好得不得了 偷偷地为你在祈祷 为你在干嘛 你就会心中产生正能量 这也是一种波浪 但是人间的一切波浪 最后都趋于平静 像一个宁静的大海一样 所以人的思维情绪安静下来之后 他的思绪会平静 所以这个人在吵架的时候 他是不理智的 等到他不吵架的时候 他平静 然后他的喜怒哀乐 就会寄然不动